Hello,今天我们来学一首动漫歌曲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都会看什么动漫呢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打出自己喜欢的动漫 老师小时候每次周五放学回家 都有一个迪士尼动画 会有两三个动画片我们先看完 看完以后到了七点钟 就有一个日本动画在另外一个频道 我忘了是什么频道了 那时候就在放圣斗士兴使 还有日本的很多动漫 七点钟是大人很喜欢新闻联播的时候 但是我们要抢着看这个 我们就去朋友家里看了 真的是记忆游戏的童年 好,今天我们来学习 圣斗士兴使第一部的主题曲 好了,开始 好,我们现在来讲课 这个谱子非常短 学习起来不是很难 仔细看一下 它是160的速度,地调的 难就难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它的速度比较急 就有点急 弹起来的 如果说没有技巧的话 那还无所谓 如果是有摇霸或者干嘛的话 这个时候要瞬间要反应过来 这就是它的难度 在这里了 好,我们看 这首歌原版它是一个降异调的 老师在这演奏的是低调 因为很多人是把那个泛音 用手来打出来 其实这个泛音是要这样 是要这个空弦来弹 弹出来才比较炫 OK,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14,14对 在这里 这有一个它的爬音 用小指 对,小指 弹到14,12,11 对,这算 练习一下 平常大家自己要练习 也是要从小指开始练 因为 平时你弹琴的习惯 肯定是十指开始 但是这个时候要弹这个曲子的话 你非常难受 对,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很生硬 所以这个时候多练几次 对 即使是初学者也可以学得80%的像 就是完整的曲子 这里要这样练 好,下来 弹完以后退回去 对 这个退不用挪开啊 很多人是挪开退啊 直接这样 平移过来 但是也不是滑 不是滑 弹响它 好,我们准备弹九品的时候 这一个瞬间 我们挪过来的时候是滑过来 但是我们是没有声 我们轻轻的触摸着过来的 然后再到了 到了这个九品的位置 然后再按住弹响 这个细节 好,下来继续 十一,十二,九 这个时候必须要用无名指 千万不要 这个手过去 用这个手 看好看 刚好无名指在这个位置 小指 所以无名指小指 这几个手指非常不好用 但是它这个曲子 就是要为了练好 好,继续 它的拍子也很奇怪 到了下一小节 要延长一个半拍 然后下来再继续 九十二十一 再延长半拍 看到没有 十指 小指 无名指 我们有时可以这样叫 一四三 然后下来 往后平移退过来 对 这里很重要 平移退过来 平移退过来 对了 好的 下面继续 直接 对,刚才弹完 刚弹完那里就立马过来 对,速度比较急 然后继续 刚才在九这里 现在推到六 用十指 弹这个范音也好 或者是用其他你喜欢用的任意一个手指 都可以 范音 打这个四三二 大家如果不准的话 就用我之前 这给大家叫的波弦那一刻 咬一勺 咬一勺 这个咬一勺 要挖一勺 冰淇淋一样 感觉啊 把这个平面当成冰淇淋 这样挖 能理解吧 好 看 响了以后 拿摇把 对 一般你压个三四下就可以了 一定要记住 在第一个时候 一定要慢进 之前我们在摇把的那些课程也学的是非常细的 但是这里啊 还是要多讲一下 它是有一个慢中快的感觉啊 对 有些人会摇的更多一点 后面多一点 对 摇多少下为好呢 主要是看下一个就要来了 对 下一小节很快就要到了 所以说 在这里的摇把一定要控制到位 因为这首非常快 下来呢 这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这是没什么区别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两个地方是一样的 细节就是 在你摇摇把的时候 把控下一小节怎么进来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 你在摇摇把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节奏的 从慢开始 把第一下必须压得有点韵味 不要 一直这样压 这样压的话比较僵硬啊 好 它接下来进唱的时候 它就开始演唱了 这就是后面的 就这么简单 这首前奏就比较简单 我们就学到这里 同学们 给老师三连的支持 是我能继续做下去 这个课程的动力 如果有同学 要跟老师一对一学习 可以私信老师 好的 这期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